4點前截止囉 這樣子是偷壞我的投票權 進不去了 男子站在教室門口氣得怒罵 根本還沒到下午4點 這麼會不能投票 你可不可以趕出來了 沒有 還有其他人 大門整個被關上 不少人眼見這一幕都很錯愕 就在板橋重慶國小的投票所 選舉日一片混亂 剛才他說通過無票了 無票了 怎麼來了 怎麼可能沒有票 有人要投就 排隊一個多小時 卻突然有名主任監察員下令封門 將教室的門關上 後來經過警方協調 認為選務人員的下令不妥 溝通後還是讓4點前 抵達的民眾投票 但投票日不只板橋 狀況連連 有網友爆料 未代述營的這家投票所 竟由選務人員拿千字筆的筆蓋 給民眾投票蓋章 甚至最後通通宣布都是廢票 有人PO文指控 投完票卻發現 並不是用投票專用章 而是用千字筆蓋 檢舉後 承辦人說5到10分鐘內 那段時間都成了廢票 還只有內部懲處 中選會事後回應烏龍一場 由於當天人潮過多 為了應急才拿筆蓋代替 還是算有效票 但大選之日 投票所狀況百出 還是讓民眾罵聲不斷 三十四位時代 王家喊新北市報導 下方 是 為了 比